大家好 我们讲到了 为他人 有助于幸福 良好的人际连结 有助于幸福 还有呢 克服抑郁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亲生会行为 谈一谈良知 就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观点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 证明啊 帮助他人有益于提升自身的幸福 比如志愿服务 关爱行为 给他人花钱 都能提升幸福感 好 这些亲生会行为 通常会给人带来 直接良好的感受 比如你帮助别人 然后呢 别人给你积极的反馈 有良好的连结 同时你觉得自己蛮有用的 如果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呢 它能满足关系感 关系和谐了 同时呢 我觉得我能帮助别人 我很能干 同时呢 这是我自发的 不是别人逼我的 我有自治感 这三个管级的满足呢 都能提升人的幸福 好 那为什么仁爱能够提升幸福感呢 我们说去关爱他人 传统文化讲仁爱 由于无我的性质啊 我们仁爱是无条件的 是独立于环境的反馈的 无条件的话 所以这种情感活动啊 对环境变化不敏感 相对稳定 就是我对他人的关爱 不在乎这个结果啊 回报啊什么的 因为这个是不可控的嘛 那这种呢 就是可持续的幸福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仁爱 它既能促进外在的和谐 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去帮助他人 其次呢 让你感觉良好 能力感 自治感 关系感 内心的瓶颈 外在和谐和内在的瓶颈 都能改善抑郁的症状 所以呢 我们这种无我的仁爱 那特别重要 为什么人会有这种仁爱呢 不管是西方 还是东方的学者 都认为 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亲社会的倾向 好像就天生的 这种倾向激励呢 和鼓励我们对他人 有人爱的行为 就好像人性的一部分 西方这么认为 研究发现 即使在盘山学部的儿童身上 也有那种内部驱动的 亲社会行为 就是好像是人与生俱来的 我们东方的观点 也是类似的 讲良知 比如说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人哪都有不忍之心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孩 快掉到井里去了 都很什么 这个很 很着急 很焦虑 为什么呢 他说不是因为 不忍看到这样的场景 很害怕 很紧张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想跟他的小孩的爹妈交好 是吧 这是功利的 也不是为了获得名声 也不是讨厌小孩的哭声 很烦 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发自内心的 自然的 所以呢 这个是良知 自然就有的 好 所以孟子讲 心之四端 彻隐之心 人之端也 羞恶之心 意之端也 慈浪之心 理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孟子说 人亦理之 非外说我也 就什么呢 不是外面的人 外面把我培养出来的 我固有之也 福思而已 就是我本来就有的 好 那么这是 说的是人有这种倾向 但是呢 抑郁的人啊 他的感受被隔离了 隔离了以后呢 他就麻木了 我们有个成语叫 麻木不仁 叫什么意思吗 麻木了以后啊 我整个人关注自己 我根本不care别人 你不care别人 就没有仁爱的嘛 所以古人这个成语 很有意思啊 麻木不仁 所以 麻木了以后呢 这心之四端 就发展不起来 那他的这个 内在的这个良知 就发展不起来 就受影响 孟子的观点 我的分析 好 刚才讲的这个隔离啊 抑郁症的患者 心和感受被隔离 隔离是因为隔离痛苦 所以隔离了 对别人的感受 麻木不仁 它是一种适应的策略 同时呢 尽可能避免 被外界环境 二次和持续的伤害 我们讲过度压力模型 还有呢 精神分析 称之为防御机制 然后呢 隔离有两面性 积极的就是适应痛苦 消极的是麻木 不仁 好 感受不到 变得麻木不仁 那这是心思四端 发展不起来 接着 神秀啊 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一首诗哈 他说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服事 不时惹尘埃 他说这个心如明镜台啊 就是我们的 说的是我们的良知 这个说的是心 他呢 我们时时情服事啊 他可能会沾览一些尘埃 这个尘埃呢 可能就是我们私心杂念 在身上的把它擦掉 那留下你的良知 那你就敞亮的 就如明镜台一样 好 那就是这种仁爱 就展现出来了 就是孟子的心之四端 仁义里 这就展现出来了 王阳明的观点 跟神秀很类似 好 人本主义呢 你这么认为 大家看着 当童年时候啊 基本的需要 没有得到满足 然后创伤 这个创伤类似于尘埃 也类似于我们的这个 抑郁当中的人们 那么导致成员时期的 心理不健康 蒙蔽了正常的心理感受 良知人性 那变得异常 好 我们看一下王阳明 他怎么做的呢 他用的这四句交 看到 无善无恶心之体 就是 有善有恶意之动 当你的意念 指向某个事物的时候呢 他就有 有得失 对吧 有善恶 好 知善知恶是良知 那么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物呢 就是情服事 把他擦掉 把这个私心杂念擦掉 来获得良知 良知是人的本性 人性 良心 我举例子 有一天他的徒弟抓到一个小偷 就说他 你偷人家东西有没有良知 小偷说什么叫良知啊 好 然后呢 就说你把衣服脱了 让小偷下去脱了 把裤子也脱了 小偷说这么多人 裤子能脱吗 你看你有羞恶之心吧 他说这个人是本来就有的 只不过呢 被后天的很多私心杂念呢 给蒙蔽掉了 蒙蔽掉了以后呢 把他掩盖起来了 你把他情服事 格物把他格掉 让你的内心 就良心 就按照良知去行事 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啊 只要你问心无愧 摸摸你的良心 我们古人说这个话 那你就心中坦荡荡 你就不纠结了 就也不害怕了 我们看到 所以王阳明强调什么 知心合一 知什么 按照你的良知去行事 知心合一 他的遗言说 他在一艘船上 五十几岁 快去世了 弟子呢 问他说 师父你有什么遗言吗 他说此心光明 敞亮的 那这种呢 就跟抑郁是一种 反过来的状态 那抑郁的人呢 恐怖的这个 蒙蔽了他的 这个 沾了很多尘埃了 所以用格物的方式 把他格掉 那王阳明 他是这个 怎么来格物 能够得良知的 是按照良心去行事 那么借鉴 王阳明格物的方法 破除心理感受的隔离 来自良知 从而达到 心理健康的 此心光明的状态 我们东方的 心理健康 此心光明 看这两 第一个 立志 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 立志 那就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一定要反省 去除私心和杂念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在这里头 比方面试 是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 我面试 那 比如说如果这个人 他跟我有些关系 那这种关系情感的 什么的私心杂念 可能会让我做出一些 不公正的判断 但是呢 你要基于他实际的情况 你能不能去掉这些私心啊 杂念啊 什么的 按照你的良知 良心 去行事 客观公正的 对待每一个人 那这样呢 就是刻出私心杂念 反省 第三根的读书 不断的成长 保持开放的心态 来达到此心光明 来破除心理感受的隔离 所以大家可以从 王耀明的这样的思想 神秀的情服事 包括呢 孟子的心知事端 来让我们 从隔离 麻木不仁 到变得 敏感又仁爱 麻木不仁 不麻木仁爱 所以这个成语 特别有意思啊 好 本讲就到这里 那我们来给大家一个练习 我们帮助他人呢 请大家 我们去做 做的过程度 去感受 因为我说再多 没有感觉的吗 帮助你的朋友 或者社区学校 做志愿者 去做 或者不要等待 立刻去做 帮助他人 然后记下他人的反应 以及你做这些事的感受 好 甚至我们还可以做 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 每天做一件好事 大家做完之后 谈谈这个感受 这是布置的小作业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